亲爱的宝贝们,大家好,我是罪眼,今天介绍们的敲煌零尔风,再起加强版的时光解说,这次是由平台一线玩家瞎载对待新哥,这两位选手也是很久不打,我们来看,今天毕竟是一个巅峰之战,后车下一盘清手,胜了千一胜了千一,胜了千一,瞎载首先给他来了一个超比杀,看到K49我们再次想到了漫步,哎漫步,也是很久没打,来看,新哥他的K49也是用的超6的,你看,一套BC连续的取消剂,最后点一个蜈蚣手,这套连终的掉血量, 一样实在太强大了,下面双方进行到第二场,第二场看,瞎载的猴子,K49一跳连断几乎就可以翻盘,就这么变态,但是猴子,超比杀又打空了,K49又连上一套BC,BC接一个无功手,25连之后后撤,跑跑过去继续进攻,一脚踢倒,一脚再踢,但是这一次猴子直接选择闪出,你想过点猴子偷逃,双方都胜血不多,但是猴子现在呈现一个压制之势,K49被直接压倒在板边, 让我们进行到第三场,第三场看新歌的猴子,两个猴子都是非常犀利的,空中两连撞三连撞四连撞,四连撞直接死了,这下就十分悲剧了,下面双方快速来到下一波,来看下代的金家帆,这是下代最后一个角色了,后撤跑跑,你想过点,直接就踢,但是猴子好像并没有反应过来啊, 哎,现在前方一脚再踢,又连上一套BC,怼到板边上必杀,爆气以后飞烟斩,飞烟斩再弹一个必杀技,这是在秀手术,赤露露的秀手术,双方又信心到了第五波操作,第五波看新歌的金家帆了,这是高手必选的角色,又帅又好用,没有理由不用他,哎,下不清楚逆向,我们来看过点中脚代替,没有压住,再到后撤,哎,跑跑过去,来看下盘偷,上盘偷,都没有偷到, 我们来看下载也开启了一个反击,空中一个跳跌,把对手压到板边,看新歌还有没有冲出来的机会,你想过点,下盘一点,必杀,哎,距离过远没有连上啊,下载旋风腿,飞烟斩接一下,现在再开启一套反压制,一脚代替没有压住,后撤,对手防上防下,哎,快速影子闪,轻手一摸没有连上,新歌再次开启一套反压,双方就这样啊,有来有去,但是,下载还是,哎呀,丧失了一个好机会,直接被对手连弹两次, 14连以后,一脚再压,没有压住,看下载还想翻盘,看他能不能翻盘呢,你看,追着对手带风跑,新歌完全全是在耗时间,下载已经放弃了,大家请问点下关注,我们下次见